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这个工作机会 同时他也可以创造 另外一个新的房市新天地 只是有工作机会 真的就代表房价不会跌吗 今天我们就要跟着 相夫教子的好太太 到竹北去看园区房 蔡震芝 竹北在地人 老公是竹科上班的科技新贵 小孩也已经上小学了 现在一家三口 住在竹北的偷天错终 对 就是一些邻居 把没有不可动的因素 会有所干扰生活品质 就是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精神状况 比较衰弱的状况吧 会有一些扰铃的状况 大吼大叫啊 祝你慈悲 对 这样 所以才会 其实已经很久了 这种状况蛮久了 千金买房 万金买铃 看来搬家是势在必行了 为了上班方便 并且环境也不错的地方 夫妻俩还是决定 要在竹北买房 这几年因为科学园区的关系 带动了让许多地方的房价飞涨 园区的工作机会夯 附近的房市更火 在这多空不明的房市中 到底是为什么园区房 可以一支独秀稳坐泰山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竹科的生活圈 它是配套非常的完整 其实我以前去采访的时候 我非常羡慕 如果可以住在竹科多么的好啊 可是小芝 你自己你的先生是在竹科工作吗 对 那你怎么会在买房的过程当中 没有想到 我就直接买在竹科 或是竹科的生活圈 或是还有其他的选择 而是选择在竹北 因为我妈妈就住在附近而已 非常的近 差不多五分钟就到了 对 然后加上长辈年纪比较大 所以我想说就近照顾 所以才会选择在就在竹北 对 所以你并没有考虑到说 这个房价涨或跌的问题 就没有去就房市上面来做考量 比较少 对 那如果说以这个竹科周边 跟竹北来比较 当然还是以竹科本身 这一部分 它的一个生活机能已经发展20几年了 什么吃的用的穿的 这个预热的都在周边都已经很完整 当然它的一个房价的支撑力道 或是说它持续的需求会比较强一点 就竹科比较好 对 如果说以这个角度来看 那竹北它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区块 那我们过去再讲 如果说一个新兴的区块 像虫化区的话 它会经历过长草 长房子 长生活机能 那如果以竹北来讲的话 它大概也可以分为两个区块 一个是县制特区那边 一个是高铁车站特定区这一部分 那县制那边的话 生活机能相对已经慢慢在出现 县制就是新竹的行政中心 对 县政府所带 那这个竹北的高铁车站特定区 这边大概还是在长房子的阶段 生活机能相对还没有那么完整 可是如果说我们比较北中南的几个高铁车站特定区来看的话 大概还是以竹北高铁车站特定区 它这边的一个发展最快速 房子涨得最多 那我们如果都提到科学园区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北中南几个科学园区 大概早期大概都是以竹科 是马首是瞻 因为竹科已经发展超过25年了 它的这个人口数已经接近15万 所以它这边的一个房价相对稳定度比较高 都大概到20几万以上 现在好像听说到30万了 对 有些可能都已经摸到30万 甚至有些甚至要喊到40万都有可能 那如果说我们往北来看 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内湖科学园区 它虽然说是一个后期之秀 可是它这几年来真的因为 这个地方又是搭上捷运 又是搭上百货商圈 加上我们讲的科技园区的发展快速 所以它现在已经有大概10万个就业人口 所以这边的房价事实上 老早就赶过这个竹科这个地方 它一平大概都在80甚至到90万 那如果说我们再往新北市看的话 那这边就有所谓的 我们看到的顶谱科技园区 可是顶谱我记得是工业区 对 它是一个工业区 它名称应该叫工业区 它事实上是说我们大家熟悉的 鸿海它的一个 这边在这边发迹的地方 那这个当初那个郭台铭在顶谱这边 设它的一个总部 最主要他当初讲是说 他万一如果这个公司开不下去 要被去关的话 就是关到土城 这个看守守嘛 比较近 父母亲要去看它比较近一点 这个是开玩笑 可是顶谱科技园区 它现在因为有一个利多 就是现在的阪南县 会从现在的永宁寨 再往南延伸到顶谱站 应该明年就会通车 那当然在往南看 就是中科跟南科 那中科事实上相对发展比较最晚 如果说我们这北中南的几个科技园区来讲 它是最晚 所以它的现在的人口数 或是说它现在的房价 也相对可能还没有说真正完全反应 就业机会 当然它是可以支撑这个房价 让它不至于会往下跌 比较有一个支撑力道在那里 可是它真的是票房保证吗 这个从实务经验来看 好像不是这样子对不对 因为我记得在八年前 其实当一片长草阶段的时候 就是那个竹北那一台区 其实我曾经到那个地方看过 那客户都会在那边 就是想要做一个 就是资产的那种分配跟操作 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当时是一平大概10到12万之间 那大概在三年前 我发现就是 好像就大家就是这个买房团 就大家一窝蜂去买 这时候真的是一屋难求 那个时候最高 我看到是25到30万 后来其实我这两天 看了一下我们的一些统计表 我发现这是我录这么多集来 我发现这是一个 就是让我是一个 比较惊讶的一个表现 就是说以房产来看 我认为竹北似乎 它已经不再是 所谓的票房保证 而且如果以投资的角度来看 好像有整个往下修的趋势 这是我蛮讶异的 因为我本身是自助 比较没有往投资方面去想 但是的确是有 像老师这样讲的趋势 是在守没有错 因为毕竟房子很多 空屋率比较高 对对对 我觉得等人口慢慢上来 还是有它的潜力在 对 就这个部分其实 大家还是要放在心底考虑一下 不要太乐观 那我们要来再次汇整一下 那个小支的购房需求 你还想 因为为了地缘关系 所以要买在竹北 那你的格局呢 你需要几房几厅 格局因为我们三个人嘛 然后大部分就是三房 四房左右这样的格局 三房四房 不打算再多生一个宝宝 目前没有计划 所以三口之家三房就OK 然后十年以上的房子 要靠近传统市场 因为可能我住 现在住的地点 就离传统市场蛮近的 对可能生活习惯吧 就会希望有这样的需求 传统市场进的话 不是比较容易很多老鼠啊 帐篮啊 跑来跑去啊 当邻居 好 那你这样准备的总价是 大概是15左右 1500万的总价 对 我们小支她是竹科太太 既然竹科太太要找房子 当然就要由 曾经是竹科人的房仲 何知勋 勋姐来挑战 一起来欢迎她 何知勋从事房仲产业 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 中年转业的他 在转换之初 也是一切从零开始 我原本是从事一个科技业 科技业的一个小资源 那当初就是因为看上了 这个收入比较丰厚 然后可以改善 我现在的生活条件 那当然也是在家里的 家人的权力支持之下 让我心无挂碍的 可以从事这个行业 除了自己的坚持跟企图心之外 专业的知识 以及服务态度 也是相当受到客户肯定 也因为负责到底的态度 让客户信赖 就是对于客户在购买房子之后 成交之后呢 有任何地方需要 我帮他去服务的 好比说搬家啦 找设计师啦 或者是说对于房子的部分 有一些瑕疵 好比生漏水等等 我绝对会在第一时间处理完成 静心帮客户处理大小事 让客户安心买房轻松入住 是合妇里最大的目标 现在就来欢迎今天的防众达人吧 好 欢迎我们今天来挑战任务的防众达人 勋姐 勋姐曾经是逐客人 在逐客工作 那后来转行当房仲之后 为逐客人服务 请问这些科技新贵 口袋满满 他们的钱好赚吗 其实他们还好啦 主要他们都是用逻辑性在思考 所以呢 他们在行动买房子之前 都会做很多功课 那我们只要满足他们的资讯 他们其实成交也还蛮干脆的 他们可能就是说为了地基平不平稳 那他们可能会携带个乒乓球之类的 然后放在地上看似会滚 如果会滚的话 当然就表示 他的地是有点下斜 或者 然后如果说是 居在那边不动的情况之下 表示这个地是平稳的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足科 他们刚才我们这个勋姐提到 他们是比较逻辑性思考 事实上他们就是一些科学人 所以他们的一些东西 都要符合科学的逻辑 所以他们买房子 第一个他们会到处去比价 比如说他们可能这个同事去看过哪一个房子 他们就会交换资料 你看的这个价格 他们跟你报的价格是多少 那我得到的讯息是多少 那这个部分再会去再做杀价的动作 那有时候呢 他们觉得说 那我一个人去买两个人去买 价格上面可能不好砍 所以就会有纠团的动作 纠团 我们讲的团结力量大 我们同事可能三五个 我们同样会买这个社区 那我们到时候就跟建商议价 那这个价格可能就砍的相对比较多 那刚才提到会带个球 乒乓球之类 这个大概都还算是小case 有些因为他们都有很多那种仪器 你说他觉得这个地方搞不好是有什么电台 他可能带个检查 有没有电磁波的仪器 或是说什么相关的这种电子仪器 就会带在身边这样子 所以讲 有些人就讲说科技新贵 他们买房子真的是比较龟毛 可是他们就是要求的一个安心安全 或是说他们跟他们的逻辑的思考方式 符合科学的依据这样子 我们科技新贵 不但这个买房子事前做足功课 会揪团 还会带经营去 确实是跟大家不一样 那么科技太太 买房子是不是也会挑类 休息一下 我们带大家一起到竹北 跟他们去看 不一样子的挑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